什么都没有了 又伤不到你一根好毛 你还是乖乖地回去 当你的买半千金小姐吧 小子 你就剩一张嘴了 我会接手这个案子 只是为了替花旗上人讨个公道 并不是冲着你文宏夜三个字 我再说一遍 你 这是我的一个案例 白痴 白痴 你小子真不是好人心啊 非要惹得宋小姐撒手不管你的官司 你才肯罢休啊 我看你做怎么个死法 你怎么回到这里来 还是老样子 一点都没变 你变了 文阿璐变成文宏夜了 我脱了几层皮才变成了文宏夜 忽然间要我便回文阿璐 恐怕连骨架都要散了 哎呀 你明知道这样 还要故意惹恼宋小姐 我看你到时候没人帮 活该啊 师父曾经说过 人生如潮水 又起落落 我这一波潮水涨得太快 也落得太猛 当初 如果你要是听了 万师傅的话 安安分分地守着这间裁缝殿 说不定 今后的日子 还会过得安稳点 我不后悔 如果要我一辈子窝在这里 就算安稳 对我来说也是白活 现在房子都卖了 你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你还在这磨蹭什么呀 赶紧回去想办法吧 三百万哪 你砸锅卖铁也凑不够这个数 都怪你 什么好名字不叫 偏偏要叫华叶 如果不是华叶这个名字 那些鬼老就挑不出你的毛病来了 你别做梦了 汉思一直把我当成他手上的棋子 只是他没有想到 我会跳出他的手掌心 还跟他平起平坐 所以他才咽不下这口气 就算不叫华叶 他照样会把我当成肉中刺 不拔掉我 他是不会自在的 你小子就是锋芒太陋了 根本就不懂得夹着尾部做人 商场如战场 我加起尾部做人 他就会放过我吗 看起来 这一次 就算是宋小姐亲自出马 也不一定救得了你 我宁愿他不出马 我实在不应该再拖他下水 原来你是心疼宋小姐 所以才故意气他走的 我太了解芳华了 他有很多地方跟我很想 一旦决定的事情 就算八匹马也拉不回来 你是来看我如何落魄的吗 来得及 过几天到法庭上去看 我肯定是灰头土脸包你满意 你小子敢跟洋人明挑 有种 我于义龙佩服你 要不是因为新莲 我想我们会成为肝胆相照的好兄弟 不 你们现在还是好兄弟 于大哥 你帮他想想办法吧 他被鬼佬逼得走投无路了 如果当时你依了新莲的心意 不妄想着一步登天 就不会有今天这些麻烦了 我要是早依了新莲的心意 你现在还有机会每天守着他陪着他吗 既然你还会争风吃醋 那为什么刚拜完堂 就丢下新莲走了 我不想跟你啰嗦 我来这只是想警告你 有人算计你 你小心点 是新莲叫你来告诉我的吗 他不怪我了 呸 哪个姑娘受得了逃婚的新郎 你把新莲的颜面都遭她够了 你还指望她不恨你 是我活该 当时我没有估计到她的颜面 不过请你回去告诉她 我已经得到了现实报应 我的下场 会让她觉得痛快 你小子别把我的警告忘了 锦楚小心 别遭乱算 真是很奇怪 我们之间明明有扯不清的恩怨 为什么你三番两次的 要操心我的死活 还是那句话 这世上有种东西叫做义气 跟你说也是白说 我敢打赌 你写不出这两个字来 天哪 这世界上 居然还真有像余大哥这样 顶天立地的铁汉子 当然了 你小子也不差 算了吧 我这一辈子是没有脸 活得像她那样心安理得了 奇怪 连我在内 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 为你掏心挖肺的人呢 放心 只要我能够过得了今天这一关 我发誓 我会十倍百倍地回报你们 可惜啊 你小子铁定过不了这一关 Cock子 说来 过去搜寻藏 こう 说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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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多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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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